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北京时间5月27日,2021-22赛季,NBA季后赛,继续进行。 根据赛程安排,凯尔特人队,将和热火队,于明天,进行东部决赛,第六回合交手。 目前,双方已经进行了5场比赛,凯尔特人队,3比2,领先热火队。 在今天早些时候,两队更新了商病报告。 绿军这边,豪瑟,右肩伤势,将缺席这场比赛,司马克,右脚踝扭伤,和罗伯特勒连姆斯,左膝酸痛的状态,为出战成疑,50%,出场可能。 在昨天的天王山之战中,司马克和罗威,都首发出战,其中,司马克,出场23分钟,拿到5分5篮把4助攻,罗威出场27分钟,得到6分10篮把3封盖。 此外,凯尔特人队,在社交媒体上,晒出球队,返回波士顿的照片,也许是球队昨天拿到了关键的天王山之战,所以,整支球队的状态,还是很轻松的。 绿军官方写道,让我们回主场,终结这个系列赛。 对于绿军当家球星,他图母来说,昨天的胜利,很有意义。他拿到22分12篮板9助攻,成为了历史最年轻的季后赛,1500分先胜,仅侧于胡人队传奇巨星可比。 另外,昨天的胜利,是他胜牙季后赛,第38场胜利,而与他同届的选秀前十,其余9人,一共才拿到了9场胜利。 热火队这边,西罗,腹骨勾拉伤,洛瑞,腿心拉伤,斯特鲁。